今天是我们在纽约倒流的最后一天 住完今晚的酒店 明天我们就坐飞机回去温哥华了 首先我们刚开车来到这个地方叫 Willemsburg Willemsburg 其实这个名字是 是纽约布鲁克林连接曼哈顿的三座大桥之一当中的W 就是Willemsburg Bridge 另外两座是布鲁克林大桥跟曼哈顿大桥 Willemsburg 这个地区是一个多元文化 多族裔居住的一个地点 我可能会选择开车在Willemsburg 转两圈 然后去到也是布鲁克林的另外一个地点 那个地点号称是观看曼哈顿的 这个城际天际线最美的一个位置 同时那人也不多 也是一个比较漂亮的景点 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边是曼哈顿大桥和布鲁克林大桥 我在狗公园这儿跟小孩的游乐场在中间 这个地方也算是来纽约看曼哈顿的天际线 非常隐秘的一个观光的地点 James就住在这附近 他告诉我说这附近是来观想曼哈顿景色最好的地点之一 可以完整地从曼哈顿的东南西西侧 东侧联合国这一侧 可以看到曼哈顿的横向的景色 但这边趴车很难 我大概是想办法在这趴了一个不便宜的趴车 趴完之后 叫上我爸我妈还有娜娜 我们过去看一下哪边的景色 我现在跑这个地儿呢 当然是James推荐的啊 当地同的James跟James Hello又见面了 我做那视频你看了吗 我看了看了看了 早上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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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James 我們去見到最後一天吧? James 又住在紐約的這個樓里面 這樣他每天都可以去 Manhattan 玩 每天都可以去 Nintendo Store 你說是太遠遠了 但是我認為它就很近了 但您是在另一邊? 對 紐約... 我覺得熟悉了之後 耳朵不大 你像我這麼開開車 走一走 我也差不多都搞清楚了 无非就多少街 cross 多少街嘛 对 没错 就找地方就好 我要住纽约 我会问那些小孩能看的时候全看完了 纽约基本上你从任何地方一个小时之内 坐地铁 走路都能到 在这一段时间就像是一样的 所以你认为这不是同样的风格吗 因为那是下地铁 这就是居住的地方 所以这不是不同的 谢谢 好了 拜拜 好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啊 这是我们在布鲁克林入住的酒店 因为最后两天也不想挪地儿了 所以直接在这个地儿住了两个晚上 今天晚上住完之后明天就离开了 刚才给我爸我妈直接扔到了吃饭的地儿 他们在餐馆里边我不用担心 因为那是一家川菜馆 服务员都讲中文没问题的 我自个儿把车停在停车场之后 我就可以步行去那家川菜馆 我决定从这边这条路走过去 因为左边这有一片草地和公园 大家在做一些周末的活动 似乎是很适合家庭以及亲子的一个活动 我就可以看看美国人是怎么度过周末的 一个城市的真实的生活状态 原生态的生活状态 除了在景点会体现出来一部分之外 更多的是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区域 看看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怎样 是这个城市真实的样子 这边应该是做一些周末的市场 市场 就是周末的小市场 集市 很多人带着兔子的耳朵 周末的打开方式跟加拿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比如说孩子们来到这玩 有些扮演兔子的小游戏 以及给孩子们画脸 Face painting 等等 让小孩在这么晴朗的一个周末可以愉悦地度过 再往这边走是一个还不错的社区的 playground 的一个小操场 小孩是最喜欢操场的 你像娜娜六岁这个年纪 最愿意待的地儿就是操场 第一个她自己可以跑一跑撒撒花 第二个 娜娜非常愿意认识新的朋友 每次在操场玩都能跟不认识的朋友 变成朋友 然后在这玩 这之所以有操场 我发现那边是有一个 William Alexander School 有一个学校在这边 有一些越南餐馆和卖 bubble tea 的 那边有一家日式的 日式叫村的日式餐厅 对面就到我们吃中饭的川菜馆了 我估计我爸我妈应该菜都点好了 现在我们是在住的 Brooklyn 附近的一个这条街 有一家四川菜馆吃饭 然后现在结账 但结账呢 我待会有个小发现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吧 签名就好了对吧 有一个小发现在哪里呢 我结账的时候看到这边放了一个照片 带你们去看一下 厉害了 纽约的一个普通的餐馆 林书豪 味道也很不错哈 拜拜 外面天气也不错哈 我们出去稍微的溜达一下 走 走这边呢 这边景色好漂亮的 记得我们回到酒店 爹地去回到我们的酒店 对 我们回到我们的酒店 是5分钟 太棒了 超级英雄的供应 这个店太好玩了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店叫做 布鲁克林的超级英雄的供给店 进去看看里面都是什么 进去看看里面都是什么 真棒 你可以建议自己的超级英雄的 不少人来 我们规定不超级英雄的 我们有个人和年养的 我们还有 threats 我们有帅子和人体 我们有帅子和 gadgets 还有其他东西 他们可以使用 他们可以选择 这个店其实也有 一个秘密的名称 好 工资料 这张店的贵是 用来制作 的敌家 学生教育 听读 语语 文学教育 超级英雄的 这张 最后 是 幻例如 文学祝 幻例集中 年輕人從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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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 你會愛這個,對嗎? 你會愛這個,對嗎? 你看看,他們也會有些小小的紙幣 哇,哇 你看看,什麼是這個? 你想要介紹一下嗎? 謝謝 對,它是超美的 超級衣服 你要試試嗎? 你會看,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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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的眼睛看起來像圓形? 你會看,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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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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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了個小娃子? 我買了個小娃子 哇,那你買的很獨特啊,好嗎? 對 哇,這個店很有味道啊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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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我會看,對嗎? OK,所以這就是遊戲 如果你登上文字,你必須要做選擇 對嗎? 嗯 OK OK,我們試試看 我們來看看 絕對 非常獨特的一家店 我媽還挺潮的 在這麼潮的一家店 買了東西送人的啊 好有新意的感覺了,老媽 真的,你真的是在紐約買了高檔物品的老媽 為什麼我只是薄二塊錢 你還買了什麼呢? 你也送香口 走吧 狂一狂街吧,老媽 這家街蠻漂亮的 那邊好多商店 狂一狂街吧 天氣這麼好 對嗎? 維娜拿了一個quarter 要去轉那個球出來 但是那個機器壞了 最後我們的解決方法是 直接伸手進去拿了一個 在店主的幫助下 兩居室 對吧? 對 硬地板 帶洗衣機和乾洗機 裝修了取房 然後呢 三千塊錢 你喜歡這個 這個價格是420塊可以嗎? 我先要朋友 四万个小人美丁啊 老妈最喜欢的事就是逛衣服店 所以今天最后一天没什么任务啊 陪老妈逛一下衣服店也挺好的 感觉怎么样了吗? 好 看一下 我妈又一次表现出无语的表情了 هmm re找到这个的时候 对 对 你不是 我好像从来玩的 你。。。 好 好 你 我来自动 我好像摆着到 这那个因为你是在乱丑的 我踩着你 我追求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好 responsibility 去吧 去吧 3 2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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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在這曬太陽打瞌睡 我媽在這看第一天跟第二天的視頻 我有好半天沒見到娜娜了 我得上人群裡邊找找 合著跟著交朋友呢 你受了嗎? 比較悲傷的是我覺得 我不在的時候 它玩的更開一點 我在的時候它還是有一些收著 今天是最後一天的晚上 明天我們就回溫哥華了 最後呢下午在房間裡邊休息了一下午 身體舒服多了 確實出來玩比較累 我們去最後一個地點 打輛車去我們想去的地方 然後拋藥 你看最好高級了 好了坐後面了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現在我來到是這家叫做布魯克林Downtown的 Apple Store 那這家Apple Store呢 可以叫一個運斗店 因為它是在布魯克林Downtown的一個 像一個三角形的街角 那是一個運斗形狀的運斗店 所以我來的主要目的呢 是想自己要買一款 HomePod 白色黑色還沒有做最後的決定 我去找一個專家來買我要的東西 先參觀一下這個店吧 這個店三角形狀 落斗形狀 然後呢進來之後是蘋果的各種產品 到這兒的話呢 還有這個 裡面呢是一個 這邊手錶去 還有一些跟Apple運動有關係的 還有一些玩具啥的 這邊有一個Apple ID and iCloud 是介紹Apple的一些 基本的iCloud的知識 這邊有一些移動配件 移動硬碗之類的 有沒有我感興趣的 嗯 嗯 問了一下啊 有貨的 白色黑色白色黑色 非常獨特的一家店 跟裏邊這位女士的Apple Genius 聊了一下 這是一個開了三個月的店 這個店的選址非常的獨特 在布魯克林市中心的這個 三角八角的街區 建了這麼一個店 新開門的很漂亮 待會我要拿手機拍一張照片 才行 非常獨特的一家店 接下來呢我們就打車回酒店了 座駕駛 如果真正 moな人 這裡做完整 你就可以買一千五百 called 一千五百 每週 一千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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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四百 5-6天,如果你做7天,可能... 好,在冬天的周围,你可以赚$2,300 我的天啊! 在新年代的周围,你可以赚$2,500 我的天啊! 在一天? 不,在周围 一天,你可以赚$800 我必须告诉我父亲,他会喜欢你 还有,有很多人做的事 有很多人做的事 有很多人做的事 他们做得很努力 对,非常努力 老爸,在新年,开这个车开一个礼拜,你想要赚好的钱吧? $2,500美金 看得懂了? 平时,坐乌波斯机,可以赚$1,500美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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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司机跟我说,他坐Uber司机在纽约 他认为一个礼拜可以挣$1,500美金 好,到圣诞节前后那种特别忙的Holiday 一周可以挣$2,500美金 而且他说了,说我们做Uber司机正常交税 你自己交也可以,让Uber来代扣也可以 最后这是一个完全合法的 同时是一个还不错的全职的工作 一个礼拜赚$1,500美金 四个礼拜一个月下来就可以赚$6000美金了 说哪哪都是Uber司机 刚才我们 刚才我们看这个街边他给我们指 这个也是Uber,那个也是Uber 所以每一个都是Uber 一、二、三、二、三 Bye! See you later,New York! Bye Manhattan! Bye New York! Bye New York! We'll come again? Yeah! Wow! Maybe I'll be seven! Yay! We'll be four